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日前举行文华之夜 近千名留台的大马校友参加晚宴 新任驻马来西亚代表洪汇珠 以及台湾多名官员引邀出席 台马积极交流 目前在台湾留学的大马学生 多达一万七千多人创下新高 累积的毕业校友也已超过六万多人 显现留台联总和驻马办事处合作 成果丰硕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新南向政策以来 在跟马来西亚的各项交流 都有长足的进步还有成长 包括经贸方面 投资方面 教育交流方面 都有比过去两年来 更进一步的成长 晚夜上大马留台学生 也表演歌唱才艺 场面热闹 教育部政务次长姚立德表示 期待台湾与大马在师资培育和学术上 未来能有更多教育交流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马来西亚优秀的子弟到台湾来接受我们的高的教育 第二个希望 我们希望能够跟马来西亚现在的大学能够有更多的学术交流 姚立德也强调台湾将投入更多经费和人力 未来台念书的华人子弟补物 之后希望透过这些华人子弟 促使台湾和大马深化更多产业方面的合作 我们希望能够跟马来西亚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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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能够跟马来西亚优秀的